第144章,唐三的母亲十万年蓝银黄,上 唐三月起,他没有父亲那样浑厚的婚礼,但他自己却有很多办法 非天神找射出,在空中略一借力,就已经追上了父亲的身影 瀑布一直被浩天锤返卷超过一半的距离 唐浩仅存的左手在瀑布后石壁上一按 一块看上去严丝合缝的岩石竟然就那么凹陷进去,献出了一道门户 身形一闪,他已经钻了进去 唐三从未想到过瀑布后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但他此时心中已经被父亲断肢带来的剧痛所充满 没有多想,直接跟了进去 或许是因为外面瀑布的原因,洞穴内很湿润 洞高三米左右,宽约两米,一直向内延伸 里面很黑 唐浩从自己的浑倒器中摸出一块淡金色的宝石,将周围照亮 看着父亲在前面单腿弹跳着前进 唐三的泪忍不住又流了出来 此时此刻,父亲的背影看上去是那样的孤独,寂寞 回想起过往的种种,他突然深切地体会到 这些年以来父亲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走到最里面,周围的一切却亮了起来 抬头向上看去,一个石孔出现在洞壁顶端 而这里却是一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石室 石室内没有任何摆设 空荡荡的,但就在上方石孔的正下方 却有着一个小土包 土包上一株纤细的蓝蚓草迎风飘动 那蓝蚓草看上去比普通的草叶要长一些 最为奇特的是草叶上带着的金色细纹 小三,过来,跪下 唐浩指了指自己身边,独腿弯曲 就那么坐了下来 唐三的心剧烈地跳动了一下 上前几步,如父亲所言跪倒在那株蓝蚓草面前 抬起手,唐浩的神情突然变得出其温柔 其其轻柔地抚摸了一下 那带有淡金色细纹的蓝蚓草草叶 阿盈,我带着儿子来看你了 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他继承了你的美,比我更加出色 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来了 唐三的心震撼了,呆呆地注视着面前 那似乎在轻微摆动,散发着柔和气息的蓝蚓草 他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 不受控制的,五魂蓝蚓草悄然释放 就从他身下散出,顷刻间爬满了整个时事 唐三的蓝蚓领域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开启 柔和的魂力波动,弥漫在这寂静的空间之中 那猪蓝蚓草摆动得更加剧烈了几分 受到蓝蚓领域的感染 它似乎在悄然生长着 草叶上的金线仿佛活了一般 轻微律动中金光水波般荡漾起来 唐浩也有些呆了 看着那蓝蚓草在肉眼可变的速度生长着 喃喃地自语着 我,我怎么没想到 阿阴,阿阴,难道你真的能活过来吗 阿阴 唐浩流泪了,一带浩天斗罗 此时脸上竟然充满了泪水 单手颤抖着抚摸着那草叶 任由泪水滴落在那片泥土之中 唐三的目光依旧是呆滞的 在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的蓝蚓草绘那样的与众不同 就像自己爱上了小五那样 自己的父亲爱上的 竟然也是一位十万年魂兽 难怪 难怪父亲对十万年魂兽的一切是 那样的了解 比大师知道的还要多 原来 自己身上竟然流淌着一半十万年魂兽的血脉 唐三也颤抖着伸出了手 毫不收敛地将自身魂力 全部注入在那正在不断释放中的蓝蚓领域之中 令这整座石室 完全变成了一片澄澈的蓝色 那猪兰蚓草 原本草叶约有一尺长 此时却已经渐渐生长到了两尺 但也只是两尺 就不再继续生长了 唐三的手 也抚摸到了那猪兰蚓草的草叶上 就在这时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猪兰蚓草中 两根最长的草叶 竟然缓慢地动了起来 一根缠绕上了唐浩的手 一根则缠绕在了唐三的手指上 极其柔和的精神波动 悄然出现 比普通的蓝蚓草要强烈得多 他似乎在传递着最亲切的思绪 妈妈 唐三再也忍耐不住 匍匐在地 痛哭失声 尽管他曾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 当他真正感受到母亲的气息时 内心的激动又怎能抑制 唐浩的嘴唇在颤抖着 但他眼中的兴奋和欣喜 却已二十年没有出现过 他怎么也想不到 面前的蓝蚓草 居然会在儿子的气息中 加速生长 这生长的过程 已经超过了以往二十年的总和 感受着那卷住自己 手掌的蓝蚓草叶 唐浩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 他那颗死寂的心 也渐渐地变得活落了几分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 唐浩 唐三两父子 不知过去了多久 直到唐三的魂力 再无法维持蓝蚓领域 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蓝蚓草 也缓缓退去时 他们才渐渐地清醒过来 那株奇异的蓝蚓草 轻轻地摆动着 唐浩此时的目光 已经变得有些呆滞 坐在那里 脸上居然带着几分傻笑 爸 因为哭泣 唐三的声音 已经变得有些沙哑 轻声呼唤着父亲 唐浩从呆滞中惊醒过来 看看面前的蓝蚓草 再看看唐三 你明白了吧 唐三默默点头 眼中带着几分迷惘 唐浩似乎看到了以往的种种 开始了他那故事的讲述 小时候 我就像你一样出色 浩天宗直系子弟中 我与大哥 是最出色的两个人 而我们又是上一代宗主的儿子 凭借着出众的天赋 和刻苦修炼 很快 我们就成为了浩天宗 新一代的领军者 外界称 我们为浩天双星 大哥比我大15岁 对我的照顾和关怀 更是无微不至 从小到大 我对兄长的感情 甚至比对父亲还要深 我的一身本领 几乎都是在兄长的教导下修炼的 论天赋 我比大哥要强 当我20岁的时候 就已经被誉为 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也正是那年 父亲奖励 给我了第一块魂骨 宗门传承的魂骨 而大哥是在30岁那年 才获此殊荣的 我们浩天宗 一向以实力为先 父亲的身体不好 早年受过重创 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为了在未来撑起浩天宗 我和大哥都没有结婚 每天都在刻苦努力的修炼中度过 一直到我30岁 突破了70级魂力的时候 我的修为 已经渐渐追赶上了大哥 那时 他是78级魂力 尽管和宗门的长老们还有差距 但那时候的我们 却已经相当强大 你爷爷或许是知道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他命令我和大哥外出历练十年 也正是在那时 我得到了宗门第二块魂骨 而大哥却没有 我们浩天宗的传承魂骨 一共就只有三块 父亲将第二块给了我 就相当于定我为 下一任宗主的继承人 他评价大哥是成文有余 进取不足 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宗门 如果不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他又怎么能放心 将宗门交给我们呢 于是我和大哥离开了浩天宗 进入了斗罗大陆的花花世界 对于父亲的偏爱 大哥却没有过半句怨言 凭借着过人的实力 和浩天宗的威名 很快 我们就在浑世界 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虽然我们都还没突破八十级 但在那时候 就已经被誉为 浩天宗一门双斗罗 以我们当时的年纪 谁都知道 最后我和大哥 一定会走到封浩斗罗的级别 在外出历练的第五年 我们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叫阿银 蓝银草的银 说到这里 唐浩脸上温柔重现 仿佛看到了 当初第一次见到阿银时的景象 我和大哥 都是潜心修炼了几十年的人 哪怕是我 在那个时候 也已经三十五岁 见到你妈妈 我们几乎同时被她所吸引 你知道吗 你妈妈不只是美 更重要的是 她身上散发的那股清新气息 她是纯净的 没有半分杂质的仙子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她 但我的心 却已经被她俘虏了 大哥也同样喜欢上了阿银 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三人结伴同行 阿银很温柔 对我们都很好 在一次危机之后 我们决定结拜为兄妹 她那时候爆出的年龄最小 所以排行第三 我们既叫她阿银 也会叫她小三 你的名字 就是由此而来 脸上的笑容 变得更加浓郁 唐浩目光痴痴地看着面前 那株蓝银草 之后的几年 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约子 三年时间过去了 我们三人几乎走遍了 大陆每一个角落 彼此的情意 也更加深厚 长胸如腹 大哥虽然和我一样 深深地爱上了 如同精灵一般的阿银 可他还是选择了退出 在一天夜晚 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独自返回浩天宗而去 那天晚上 阿银和我说了许多许多 他也一直在犹豫 犹豫着要如何做 也正是在那天晚上 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份 他并不是人类 而是即将进入成熟期的 十万年魂寿蓝银黄 第144章 唐三的母亲 十万年蓝银黄 中 那天 我惊呆了 我当然知道 十万年魂寿意味着什么 但是 心中对阿银的爱 却冲淡了一切 十万年魂寿又如何 只要进入成熟期 他就是真正的人类 与人类再没有任何区别 于是我向阿银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你妈妈真的很善良 她心中一直喜欢的都是我 但由于自身身份的原因 再加上怕伤害的大哥 才一直没有说出什么 水到渠成 我决定带他回家 拜见父亲 尽管我知道 那要冒很大的风险 你爷爷是封号斗罗 完全可能看出阿银的身份 但我还是不希望 阿银受到任何委屈 我相信 你爷爷是开明的 只要我们成亲后保密 让阿银赶快修炼到成熟期 就再没有人能看出 他十万年魂寿的身份了 那时候 他就是真正的人类 说到这里 唐浩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看着面前的蓝银黄 他的心似乎在轻微地颤抖着 可是 就在我们前往浩天东的路上 却遇到了大麻烦 原来 早在我们三人一起行走大路时 就已经被五魂殿注意到了 毕竟 我和你大伯代表着浩天宗新一代 五魂殿又怎么会不关注我们呢 而和我们走在一起的阿银 也被他们所注意 那一年 我三十五岁 但是 我的魂力 却已经达到了八十四级 五魂殿前来的是一名封号斗罗 虽然他的魂力要比我强大 可是 在我的浩天锤下 他却没能讨到好处 还被我砸毁了一条腿 我带着阿银迅速远钝 我知道 浩天宗是不能回去了 果然 没过多久 五魂殿当代教皇下达诏令 声讨浩天宗 让浩天宗 将我和阿银交出去 那时候 你爷爷本就已经病入膏肓 突然得知这件事 并且怎么也找不到我 一气之下 去世了 直到他老人家临死前 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说到这里 唐浩的身体不禁颤抖起来 眼中流露着深深的痛悔 唐三在一旁静静地聆听 他完全能够理解 父亲当时的感觉 有家不能回 彷徨失措 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 爷爷的去世 无疑给父亲带来了 极为沉重的打击 两久 唐浩的情绪在静默中平静下来 尽管那时候 大哥的修为 刚刚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 家族长老也不乏强者 但就算我们是天下第一宗门 失去了你爷爷的统域 宗门下各方势力 也在蠢蠢欲动 面对五魂殿的步步逼迫 你大伯可谓是举步为奸 幸好 我们浩天宗实力强悍 就算是五魂殿 也绝不敢轻举妄动 我和你妈妈成亲了 但也过上了东躲藏上的约子 尽管我知道这样委屈了她 尽管我很想回宗门去看看 但是我不能 这件事好不容易才渐渐平息下来 我不能再给宗门惹麻烦 我甚至不能去拜计你爷爷 哪怕是后来 我也一直没有回去过 因为 我没资格去祭拜父亲 我是宗门的罪人 听到这里 唐三忍不住开口了 爸爸 不论您欠宗门什么 以后我一定替您加倍偿还 听着儿子的话 唐浩脸上流露出几分欣慰 继续说道 那时候 幸好我身边还有你妈妈 虽然我为了她放弃了一切 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如果让我从来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她 但我同样也会回乎宗门 21年前的一天 你妈妈怀孕了 有了你 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很幸福 那时我已经没有了争生的想法 只是希望和你妈妈在一起 好好的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妈妈在一起的原因 那几年 我的魂力突飞猛进 你出生的那天 正是我魂力达到九十级的一刻 而你妈妈 也终于进入了化形后的成熟期 可就是那一天 五魂殿的人找来了 煞气在唐浩梅雨间弥漫 她仅于的左手紧握成全 五魂殿真是好大的阵仗 当代教皇亲自带队 还有两名封号斗罗 以及大量的五魂殿高手 包围了我和你妈妈住的地方 那时候 你妈妈刚生完你 本就元气大伤 实力大打折扣 教皇提出 可放过我和你 但要带走你妈妈 我又怎么能让她如愿呢 战斗难以避免地开始了 说到这里 唐浩的双眼已经变得通红 唐三不用问 也能猜想到 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惨烈 刚刚踏入九十级 尚未获得第九魂环的父亲 却要面对三名 包括教皇在内的封号斗罗 尽管他还有两块魂骨 可教皇又怎么会没有呢 很快 我被他们打成了重伤 结局看上去已经注定 就在这时候 你妈妈抱着你走了出来 那一刻 他显得很平静 看到他从屋子里走出来 五魂殿的人停住了手 静静地看着他 你妈妈对淡淡地问他们 知道十万年的蓝银黄 拥有怎样的能力吗 知道蓝银领域 最高的奥义是什么吗 教皇被他问住了 你妈妈告诉他们 蓝银领域的最高奥义 就是不死 没有人能杀得死他 更也没有人能得到 他的魂环与魂骨 除非他自己自杀 之后 他向教皇提出 只要他们肯放过我和你 就愿意跟他们走 并且自杀 献出魂环与魂骨 是我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他的力量 教皇似乎并不想 彻底得罪豪天宗 很快就答应了 你妈妈的要求 那时 我伤重欲死 甚至连话 都已经说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妈妈 走到我身边 将你送入我怀中 那一刻 我恨不得立刻死去 阿音 你真的好傻 你为什么要那样选择 因为激动 唐昊的身体 在剧烈地颤抖着 泪水再次无法抑制地流淌而出 你妈妈的声音 在我耳边回荡 他说 他永远是属于我的 永远不会让别人占有 下一刻 他就在我面前 自杀了 浓浓的悲哀 请客间 弥漫在这狭小的洞穴 每一寸 唐三的身体 与父亲一样 在剧烈地颤抖着 他当然能够想象到 在那时候 父亲是怎样的痛苦 怎样的无助 被三大封号斗罗 以及无数武魂殿高手压制 眼看着自己最爱的人 死在面前 还有什么 比这更加痛苦的事 唐昊嘴唇颤抖着 两久没有吐出一个字 只是轻轻地抚摸着面前 那由妻子 化为的蓝银草草叶 唐三也没有说话 泪流满面地 向面前的蓝银草 磕了九个头 他知道 母亲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爸爸 而去世的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五魂殿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唐昊的情绪 才略微恢复了一些 十万年魂兽的死 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场 哪怕是五魂殿 也并没有一个十万年魂环 所以 他们都不知道 你妈妈并没有欺骗他们 拥有蓝银领域的他 本事是不死的 蓝银领域的最高傲义 名为 野火吹不尽 春风吹又生 多重的伤势 他在死后 也能于四十九天内活过来 可是 他选择的是自杀 以自己十万年的修为为代价的自杀 并且 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所化的魂环 注入到我的体内 他 真的与我融为一体了 在你妈妈死时留下的 强大磁场作用下 五魂殿众多高手同时出手 却也无法伤害到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与阿英的 魂环融为一体 成为当时大陆上最年轻的 封号斗罗 拥有了十万年魂环的 封号斗罗 与普通的封号斗罗 根本是两个概念 当时的我不但身体痊愈 而且实力暴涨 阿英的死 令我疯狂 那一战 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 我怀中抱着你 倾力攻击 五魂殿不知有多少高手 死在我手中 教皇带来的两名封号斗罗 一死一重伤 他自己也被我打成了重创 我身上的伤 也同样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你妈妈死了 却没有尸体 只留下了他的魂骨 和一枚槽子 重创对手后 我渐渐清醒过来 我知道 如果我再继续战斗下去 或许能够将他们都杀了 但那绝不是阿英希望看到的 何况还有你 我不能不顾你 你是阿英和我的骨血 所以 我带着你走了 拖着一身创伤离去 找到了这里 这是当初我和阿英结婚的地方 是他带我来的 我把他留下的草子种下 我知道 这就是他 只不过是 失去了十万年修为的他 今生今世 我也不可能再见到他化为人形的样子 但我却会一直守护着他 第144章 唐三的母亲 十万年莱茵皇 下 不久后 我得到消息 回到五魂殿的教皇 伤重不治 这笔账 五魂殿不止记在了我头上 也记在了浩天宗的头上 教皇的死 无疑给宗门带去了巨大的麻烦 为了保住宗门 你大伯不得不宣布 将我在宗门彻底除名 为了避免五魂殿的报复 封闭了宗门 也正是从那时起 我们浩天宗图具天下第一宗门的名头 可实际上 原本依附于我们的各方势力 都静静散去 只有七宝琉璃宗 与蓝殿霸王龙家族 还保持着一丝联系 后来的事 你答题都知道了 我把你妈妈小心地种在这里 带着你住在了距离这里不远的圣魂村 浑浑噩噩地过着生活 你当初的感觉没错 我的就伤很严重 本来 我就准备那样 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有家不能回 没能保护自己的妻子 我算什么男人 教皇已死 我也勉强算是给阿英报仇了 至于武魂殿 我虽有心报复 但我实在不愿给浩天宗再增添麻烦 所以 你看到的父亲 就是一个铁匠 一个酒鬼 整天沉溺于劣质酒精中的酒鬼 直到你告诉我 你的武魂觉醒是蓝银草 是浩天锤 双生武魂 那一刻 我才变得清醒了几分 你从小就很懂事 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反而是你在照顾我 我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情况 是不可能扭转宗门局面 替你妈妈彻底报仇了 但是 从你身上 我却看到了希望 于是 从那时候开始 我送你去了诺丁学院 在暗中观察着你的成长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你也有一个好老师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你的实力已经出具雏形 虽然我从未说过 但是 当我看到你带领你们史莱克七怪 击溃武魂殿学院战队的时候 儿子 我为你自豪 以前的唐浩 从未这样夸奖过唐三 可在此时 这种情况下说出来 跪在那里的唐三 却已经激动得难以附加 猛搂住父亲那残破的身体 全身在颤抖中 痛哭失声 独臂抬起 轻拍着儿子的背 傻小子 不哭了 男子和大丈夫 不要总是哭泣 我想 你妈妈在你的蓝营领域中 或许已经恢复了一丝意识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她一定 很高兴很高兴 不用为我难过 在艰难的时刻 我都挺过来的 我并没有骗你 那一臂一腿 确实是我自己斩掉的 那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因为 我希望能够多活几年 看着你如何带领宗门重铸辉煌 如何为我和你妈妈复仇 抬起头 看向父亲 唐三虽然泪眼朦胧 可他此时流露出的坚定 却前所未有的执着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唐浩叹息一声 你应该感受得到 我体内的旧伤已经消失了 我用自己的魂力 将体内沉郁的积血 逼入断去的手臂与腿中 彻底脱离了伤势的苦恼 尽管我的魂力 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我却有种解脱的感觉 在将你送到你姑姑那里回来后 我就这么做了 如果等到你回来 我知道 你无论如何 也不回 让我自残身体 所以 我只有选择你不在的时候 完成这些 爸爸 你这是何苦呢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 或许我有办法帮您治好救伤 唐三忍不住说道 唐浩默默地摇了摇头 做错了事 就要自己担当 我对不起宗门 这么多年了 总要有所交代 当初 我从宗门获得的两块魂骨 就分别在断去的手臂和腿中 把它们还回去 也算是 有个交代 至于我对宗门造成的影响 就只有依靠你来挽回了 虽然我变成了的残废 但自从断去手臂和腿后 我却变得轻松了很多 因为 我终于可以抛下一切 陪你妈妈了 尽管我的魂力 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也仍旧有七十级的实力 自保是足够了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以后 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妈妈 就这样陪着他终老 唐三呆呆地看着父亲 不是说 魂骨与自身融合后 就不可分割吗 只有到死 才会与身体脱离 唐浩洒然一笑 那只是对于一般魂师来说 对于封号斗罗 只要自己愿意 魂骨还是可以脱落的 但代价也同样沉重 自然不会有人去选择 六块魂骨中 头骨和躯干骨 确实是不可分割的 但四肢的魂骨 却可以通过断肢 并且以永远降低 十级魂骨为代价分割出来 因此 我现在的魂骨 就变成了七十五级 不过你放心 我去掉的两个魂环 只不过是最底层的 就算我的魂骨 和以前相比 只剩于百分之三十 在这个世界上 也至少需要封号斗罗级别 才能置我于死地 浩天的威名 将来就只有你去延续了 将所有的一切 都对儿子说出 唐浩似乎显得轻松了很多 抬手擦掉儿子脸上的泪水 挺好的 我将自己的包袱 都放在了你身上 或许 这对你来说 有些沉重啊 不 爸爸 我是您的儿子 唐三用最坚定的语气 向父亲表明着决心 父母的债 就让自己去偿还吧 此时 他已经从父亲残疾的痛苦中 渐渐恢复过来 因为他也发现 现在的唐浩 真的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整个人都变得放松 痛苦也似乎渐渐远去 唐浩点了点头 好 等我将事情交代完 你就回宗门去吧 我永远都不能回去了 但你一定要回去 替我祭拜你的爷爷 待我在他墓前跪上三天 回宗门认祖归宗 一切都替你打搏的 五魂殿的仇 你自己看着办 毕竟主恶早已被我杀死 但是 浩天宗的重新觉醒 你却须全力以赴 宗门因我而陨落 我要你帮宗门重心崛起 是 唐三恭敬地答应着 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唐浩看着唐三道 以往我对你或许太严厉了些 以后 你每年都可以回来 看看我和你妈妈 给我讲讲外面的事 我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 我不会再自残身体 因为还有 你是我的心理寄托 还有你妈妈陪伴着我 突然 唐三仿佛想到了什么 看着父亲道 爸爸 妈妈失去了十万年修为 需要重新生长 那么 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快速生长的话 会不会令他修炼的时间缩短 唐浩愣了一下 叹息道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修炼万年 方能拥有真正的智慧 十万年才能再次化形 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只能寄托于子子孙孙 等我死后 照顾你妈妈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唐三的眼神 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不 爸爸 您听我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 能够让植物千百倍的 快速生长 只不过 在那里我 并未见过植物系浑兽 生长的 都是一些天才地宝类的植物 或许 或许妈妈 有恢复的可能呢 毕竟他曾经修炼到十万年级别 就算重新修炼 也应该和普通的植物不一样吧 千百倍 唐浩单手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 你说的是真的 唐三肩定的点头 那个地方 号称世间三大聚宝盆之一 名叫冰火两叶 就是以前读斗罗读姑婆 种植药草的地方 在那里 普通人是无法生活的 可对于植物来说 却有着极大的好处 那里所有生长的植物 都会在短时间成熟起来 虽然我并未见过 那里有植物系浑兽 但以冰火两叶得天独厚的条件 或许妈妈她 唐浩原本平静的双眼 开始流露出激动的光彩 妻子的死 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如果说 妻子能够活转过来 哪怕是让她在老死前见到一面 那么 她也别无所求了 眼睛湿润了 目光看向那株 欣欣向荣的蓝银草 爱银 你听到了吗 儿子说 或许有办法帮你恢复 你知道 我是多想再听到你的声音吗 阿英 我们去吧 我带你去那里 唐三有些兴奋地 拉住父亲的手 爸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一边说着 她从如意百宝囊中 摸出一片龙之叶色 入父亲口中 我这里一共有就片龙之叶 您自费两只 元气大伤 龙之叶能够故本培元 您今后每个月吃一片 一年后 身体应该能恢复到健康状态了 爸爸 为了妈妈 您也要好好的活着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 唐浩大口地 将龙之叶吞咽入腹 儿子的话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第145章 母亲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 上 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他多么希望 看到自己一家三口团聚的情景啊 等一下再走 我先将正式交代给你再去也不迟 这么多年都等了 之后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不急在这一会儿 唐浩毕竟年纪大了 心智沉稳 示意唐三 先在地上坐下 回手一掌 排在旁边的石壁上 钉的一声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从天而降 落入唐浩手中 唐浩将它交给唐三 打开看看 那是一个黑色的盒子 盒子呈长条状 长约一米五 宽一尺 入手十分沉重 竟然足有两百斤以上的分量 用手指清淡 发出多多闷响 因为铸造暗器 唐三对于金属 也算是有些研究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长条黑盒竟然是用牵制做成的 盒子上面无锁 唐三将它放在自己膝盖上 缓缓打开 当他刚刚将盒子 开启一道缝隙的时候 整个人的动作却僵住了 牵盒仅仅是一道缝隙 却令唐三大吃一惊 无与伦比的澎湃气息 从那缝隙中奔腾而出 瞬间令周围的空间 变得仿佛凝固了一般 强大的气息分为三股 其中两股充满了霸道的气势 而另一股则出气的温和 三股气流盘旋而出 在那巨大的能量气息面前 就连唐三短时间内 也出现了无法移动的状况 唐浩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抬起独臂 将手搭在唐三的肩膀上 魂后的魂力透体而入 帮助唐三尽快适应 这股魂力波动 足足过了顿饭时间 唐三才长出口气 但眼中的亥然 依旧无法掩饰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居然能够带给自己 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他打开了那黑色的盒子 牵制黑盒开启 当那里面的东西 呈现在唐三眼前时 唐三整个人都不禁惊呆了 就在那长条的牵盒之中 平躺着三件物品 最左侧的是一块 缩小版的右臂骨 通体黑色 幽深的黑色光滑内敛 但强劲而暴躁的能量波动 却足以令任何人心惊 长河右侧 是一块缩小版的左腿骨 通体暗轻 能量波动 一点也不比之前那条右臂骨低 没错 这两块都是魂骨 而且是极其完整的魂骨 魂骨也分三六九等 总的来说 同样位置的魂骨 越完整 能量波动越大 就证明它的品质越好 出自更高级别的魂兽 唐三从五魂殿那里得到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所以好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完整性极佳 而当时的另外两块魂骨 却都非完整 像马洪骏得到的火焰又壁骨 就只有钱壁 朱竹青那块腿骨 也只有小腿 尽管作为魂骨 依旧是效果非凡 但终究不是完整的存在 而眼前这两块魂骨 却都是出奇的完整 没有半分瑕疵 内运的爆炸性能量 更是呼之欲出 品质之好 甚至还隐隐在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上 但是 这两块魂骨 却并不是最吸引唐三注意的 最吸引它的 乃是长条纤和中央的那块 那是一块右腿骨 在六大魂骨排名中 右腿骨无疑是排名靠后的 可是 这块右腿骨 看上去 却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通体都是晶莹透彻的蓝金色 里面仿佛有点点星光在闪烁着 最为奇特的是 它带给唐三的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仿佛这块右腿骨 竟然是拥有着生命一般 虽然任何魂骨 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可这块晶莹的蓝色魂骨 却格外明显 极其亲切的气息 似乎在席卷着唐三的心 令它的心 在不断地颤抖着 它也同样完整 而它的存在 竟然还要凌驾于 另外两块魂骨之上 哪怕只是 用眼睛去看的 也能感觉出 它那最为极品的属性 这种生命的感觉 只有万年魂兽才能出产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唐浩的目光 也完全落在那块蓝色的右腿骨上 脸上的神色异常温柔 内心充斥着难以名状的震撼 抬头望向父亲 唐三双眸之中 不禁泪花翻涌 他当然知道 十万年魂兽死后 必然会产生魂骨 可他以为 这块母亲死后留下的魂骨 应该在父亲身上才对 可他却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在通过对其他两块魂骨的观察 唐三可以肯定 父亲当年并没有将母亲留下的 这块魂骨吸收 你妈妈已经将最宝贵的魂环给了我 这块魂骨 是他留给你的 就算你不能成才 我也不会吸收它 就当做纪念留在身边 这个铅盒 本来就是装它的 直到我将另外两块魂骨与自身玻璃 才与它装在了一起 看看唐浩 再看看那轻轻摇曳的蓝银黄草 唐三的手 有些颤抖地抚摸上了那块蓝色魂骨 难怪 它上面的能量波动 是如此柔和 是妈妈留在上面的气息 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啊 从未见过妈妈 可母亲的气息 却在这一刻 弥漫在唐三心间 久久不去 唐浩叹息一声 另外两块魂骨 都是我们浩天宗 多年传承下来的质宝 是当初你爷爷传给我的 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虽然我不能再为宗门做什么 但他们却必须要归还 等你回归宗门之时 将他们带回去 交给你大伯 嗯 唐三点头答应 换了一班魂师 看到这样两块自己能用到的极品魂骨 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据为己有 但唐三却并没有这么做 他知道 将魂骨归还对于父亲的意义 只有将这个心愿完成了 父亲才能真正平心静气地陪伴母亲 更何况 这两块代表着浩天宗的魂骨 除非是宗门授语 否则 他是绝不会动分毫的 吸收了你妈妈 留给你的魂骨吧 我想 他一定 很高兴见证这一幕 看着儿子 得到他的庇护 你妈妈一定会非常满足的 唐三抬头看向父亲 眼中流露出犹豫的光芒 从内心出发 他更愿意将这块魂骨留下来陪伴父亲 毕竟 这也是父亲的心灵寄托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轻轻摇曳的蓝银草 突然动了起来 一根细长的草叶轻轻舒展 缠绕上了唐三的右腿 唐三愣了一下 伴随着精神上的波动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从那株母亲所画的蓝银黄草 传来催促的情绪 妈妈是在催促我吗 唐浩微微一笑 道 看 我说得没错吧 你妈妈也希望你赶快与他融为一体 快开始吧 我还期待着 你吸收了他以后 赶快带我前往那个 能帮助你妈妈快速成长的地方 小三 你知道吗 自从你妈妈去了以后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开心 听了父亲的话 唐三不再犹豫 小心翼翼地将铅盒放在地面上 从其中取出了那块蓝色的右腿骨 再将铅盒盒上 掩盖住了另外两块魂骨的魂力波动 双手拖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物 唐三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从出生到现在 二十年来流过的泪水 也不如今约一天多 感受着那蓝色腿骨中 释放的柔和魂力波动 唐三深吸口气 将他贴上了自己的右腿 翁 轻微的翁鸣声响起 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右腿 略微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 清凉的气息 就从四面八方 悄然钻入腿中 那块晶莹的蓝色魂骨 悄然消失了 化为无数道蓝金色的气流 弥漫在他右腿周围 清凉 舒适 没有半分阻碍 这次的吸收 竟然和以前 吸收外腹魂骨八珠毛 以及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 完全不同 不但没有半分痛苦 甚至充满了舒适 就像他此时 是将自己的右腿 踏入了蔚蓝的大海一般 沉浸在那轻柔的能量波动中 唐三只觉得自己体内的魂力 受到他传来的特殊牵引 在轻缓地波动着 每一次波动 周围的空气 都会变得柔和几分 魂力并没有显著地提升 但却变得更加纯粹了 他清晰地看到 自己体内的玄天宫内力 正在由原本的白色 转变成淡淡的蓝色 再从蓝色 重新变回白色 整个过程很快 当内力重新变回白色时 却已经是截然不同的白 如果说以前内力的颜色 是最正统的白 那么 现在这内力 就是一种充满质感的白 仿佛在其中 掺入了云母粉 通透 柔和 充满韧性 紧接着 那右腿骨中的清凉 瞬间蔓延到 唐三全身的每一处 第145章 母亲的遗物 蓝银黄右腿骨中 剧烈的骨骼劈啪声 在石洞内震撼响起 出奇的是 在整个过程中 唐三竟没有感觉到 任何痛苦 那清凉的蓝色气流 是直接作用在 他全身经脉上的 唐三吃惊地看到 自己的所有经脉 竟然都变成了淡淡的蓝色 经脉内流淌内力的空间 以几何倍数地增强着 小夕渐渐变成了 长江大河 而经脉却丝毫没有变薄 而是变得更加强韧 如果说在瀑布下 两年锤炼 令唐三的筋骨 受到了打磨 并且全部吸收了 八角悬冰草 与烈火性交输 两大仙草的效力 那么 此时这块 十万年级别的 蓝银右腿骨 就令唐三的经脉 扩张到了极限 绝对中性的能量 使两大仙草的效力 得到了完美的粘合 轻微的破碎声 从经脉中响起 依旧没有痛苦 可唐三却清晰地看到 一直阻碍着 自己继续前进的督脉 已是豁然贯通 其今八脉全部贯通 天地之桥相连 刹那间 玄天宫内力 宛如惊涛骇浪一般 奔涌而过 近乎疯狂地 在唐三体内运转着 他的内力不断地增强 每一次波动 都会令唐三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一下 渐渐地 唐三迷失在了 那全身舒爽的感觉中 精神力内欲 对周围的一切 都已经失去了感知 蔓延在他右腿外的蓝色气流 已经完全融入到他体内 那清凉柔和的气息 就是伟大的母爱 不断慰藉着自己的孩子 唐三睡了 这一觉 前所未有的安心 舒适 因为他是在母亲的怀抱中沉睡的 母亲的怀抱 是这个世界最温暖 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他睡得很沉很沉 脸上再没有了半分背上 只是带着甜甜的笑意 这一睡 就是整整三天 三天后 在右腿清凉的异样中 唐三缓缓行转 睁开双眼 他首先看到的 就是坐在那里 轻抚蓝银黄的父亲 母亲所画的蓝银黄 已经被父亲从地面移植出来 种在一个实质的花盆之中 你醒吗 唐浩微笑着看向儿子 他所有的心事都已经解决 再不需要摆出以前严肃的样子 爸爸 唐三叫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突然感到身体有些难受 低头看时 发现自己皮肤表面 有着一层薄薄的僵状物 呈现出淡淡的灰色 走吧 这一次 你已经彻底地脱胎换骨 我仔细检查过 你的骨骼和经脉 单从身体角度来看 在整个窦罗大陆 你绝对可以排进前三位 如果这样 还不能承受双生五魂未来的压力 那我就是在不明白 那比比东是怎么做到的了 放心修炼 等到你蓝银黄达到九环之后 就大胆地去为浩天锤 增加魂环吧 只要身体 没有异样的感觉 我想 你应该可以一直修炼下去 父子二人出了瀑布 唐三在瀑布内 洗净了身体 当他和父亲一同离去时 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整个人似乎已经失去了重量 只要是右腿发力 他都有种飘然欲飞的感觉 而他的蓝银右腿骨 所赋予他的技能 就是飞翔 极少魂力消耗的飞翔 也只有十万年魂骨 才能出现如此极品的魂迹 十天后 他们来到了当初 独孤伯所在的洛约森林 来到了冰火两一眼 感受着冰火两一眼内 恐怖的能量波动 看着那小湖畔周围 郁郁葱葱的植物 以及怀中蓝银黄传地的 兴奋情绪 唐昊知道 这个地方来对了 唐三正色道 爸爸 这里并不适合 非植物的任何其他生物生存 所以才没有魂兽 敢于再次冒犯 我吃过两株仙草 不会受此影响 但您如果长时间在这里 恐怕会对身体不好 唐昊摆摆手 只要你妈妈好 我自己无所谓 唐三想了想 道 那可不行 我们全家好不容易能在一起 妈妈也有了恢复的希望 您怎么能再出事呢 强忍着不让自己 因为父亲残破的身体 流露出悲伤 唐三心念电传 已经有了打算 短时间内应该是无妨的 我们先让妈妈在这里休息吧 一路上 唐三想要帮父亲抱着蓝银草 都被唐昊拒绝了 尽管他只有一腿一臂 但却始终坚持自己怀抱妻子 但现在却不一样 对于种植药草 唐昊实在不在行 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所化 蓝银皇帝的儿子 叮嘱道 小三 不要勉强 哪怕你母亲不能加速恢复 也无所谓 千万不要因为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对他产生伤害 唐三点了点头 对于这一点 他甚至比唐昊还要在乎 那是他的母亲啊 两个世界唯一令他感受到母爱的至亲 他又怎么会不小心呢 闭上双眼 唐三精神力缓缓释放 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弥漫在整个冰火两眼周围 他在寻找一个 最适合蓝银皇生长的地方 蓝银皇乃是中性植物 所以 他种植的位置 必须要在冰火两一眼 寒热两圈交汇处的岸边 但唐三不希望出现任何误差 所以才凭借精神力的指引 来寻找那最平衡的一点 很快 精神力锁定了他所期望寻觅的目标 唐三动作轻柔地蹲下身体 小心翼翼地就用手掌扒开泥土 再将蓝银皇从原本的花盆中取出 种在那平衡点上 在整个过程中 唐三仔细地感受着 周围每一分能量的变化 全部精神力都凝聚在这狭小的一平方米面积内 哪怕有任何一丁点的不对 他也会立刻将蓝银皇离开那片土地 令他欣慰的是 蓝银皇似乎很喜欢这里的气息 通过精神力的感触 以及蓝银领域的特殊性 很快唐三就发现 蓝银皇开始在这里扎根了 一滴精血滴落在蓝银皇的草叶上 同样拥有着蓝银皇血脉 并且自身的蓝银皇血脉 已经与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出 两大仙草彻底融合 无疑对眼前的蓝银皇是最佳补品 果然血液滴落 面前的蓝银皇顿时散发出一层蓝蒙蒙的光彩 草叶快速生长 甚至比上一次刚接触到唐三蓝银领域时还要快 唐浩没有阻止儿子的动作 眼看着妻子所化蓝银皇快速生长的样子 顿时大喜过望 正在唐三准备再挤出一些鲜血滋润蓝银皇时 从蓝银皇处却传来一股毅然决然的情绪波动 感受到这股清晰的精神波动 唐三的心顿时漏跳一拍 赶忙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母亲是在责怪自己 她知道 如果自己再释放鲜血 来滋润蓝银皇 恐怕母亲不但不会吸收 反而会强烈排斥 妈妈又怎么可能不心疼儿子呢 爸 应该没问题了 这里是最适合母亲生长的地方 我知道 您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母亲身边 刚才我想了想 已经有了办法 我准备炼制一种丹药给您 吃过这种丹药后 您应该就能不受到这里的气息影响了 当然 我给您的龙枝叶还要继续吃 以顾本培缘 唐浩颜看妻子快速生长的样子 心情大好 笑道 别把你老子看得那么脆弱 虽然我从体内剥离了两块魂骨 但我当初在外游历时 也得到了另外四块魂骨 如果不是全魂骨 我又怎么可能与五魂殿对抗呢 虽然我现在只有七十多节 但就算是独孤伯那种封号斗罗 在我面前也别想讨好 无形之中 浩天斗罗的霸气再次释放 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 唐三自然也是心情大好 也不再多说什么 走到炽热羊泉那边 取出自己炼制丹药的顶炉和工具 立刻开始投入到了炼药的过程中 各种药材在他的如意百宝囊中 可谓是应有尽有 当然 他这所谓的炼药 更多知识 为了摆给父亲看的 夜幕降临 唐三依旧在继续炼药 唐浩则坐在蓝银黄面前 静静地修炼 虽然他的实力无法恢复了 但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 哪怕只是妻子有一丝复活的机会 他也要等下去 更何况 在这冰火两一眼处 唐浩心中的期望 已经大幅度增加 唐三的精神力 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父亲 感受到父亲 已经进入了入定状态 他这才没有发出半点声息的 从自己的24桥明月夜中 取出一柄敌手 他确实是在炼药 但炼制的 却并非是帮助唐浩 在这里不受到冰火两一眼影响的药物 而只是一种 顾本培元的药物而已 他一直在等待的 就是眼前的机会 想让父亲在这里陪伴母亲 适应这里的气候 那么 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药营 第145章 母亲的遗物 蓝营黄右腿骨 下 药营 就是他这层 吃过两大极端仙草之人的血液 两大仙草的药效 早已在唐三体内完全融合 唐三的血 无疑是最好的药营 轻轻地切开自己腕脉 他知道 哪怕自己这边的声响 稍微有些不对 都会惊醒父亲 为了不让血腥气息蔓延出去 他甚至悄然开启了蓝营领域来掩盖 鲜血 如同蜿蜿的小蛇一般 滴入炼药顶炉 唐三生怕药效不够 血一直流到 自己已经有些头云眼花 才停了下来 飞快地按住伤口 正像唐浩所说的那样 现在如果只论身体的话 唐三绝对能够排到大路前三 只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 伤口就已经彻底愈合结痂 唐三知道 不用到明天早上 甚至连伤痕都不会留下 有了最好的药影 接下来的炼制 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当唐浩第二天清晨 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时 唐三已经捧上了一枚暗红色的丹药 爸爸 吃了它 以后您就不用担心这里的环境影响 可以一直陪伴着妈妈了 唐浩微微汗手 看着儿子有些苍白的面庞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口吞下了丹药 唐三又在这里逗留了三天 因为他要确定 母亲是否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 情况是喜人的 蓝银黄像唐三预料的那样快速成长 更令唐三兴奋的是 吃过自己炼制的那颗丹药之后 唐浩的身体情况大为改观 因为断肢而留下的气血两须 已经完全消失了 冰火两眼的环境 也无法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小三 你来 清晨 唐浩将刚刚修炼完子禁魔童的唐三 叫到自己身边 待会儿你就出发吧 这里有我陪着你妈妈 你不需要担心 看着面前气质儒雅 高大英俊的儿子 唐浩眼中充满了欣慰 唐三知道 自己确实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 父母虽然已经安顿好 但父亲监头的责任 也已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爸爸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找小五 唐三试探着问道 唐浩微微一笑 道 等你六十级的时候 需要获取魂环石就去吧 那时候 他应该也差不多进入成熟期了 进入成熟期后 只要稍微一戎改装 就不怕被人随便认出来 当然 在你们实力足够之前 尽量不要在五魂殿露面 还有 你去寻他之前 先回宗门一趟 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 该叮嘱的 我都已经对你说过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得很好 但是 有一点你要记住 爸爸虽然对你期望很高 但是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父亲话语中的含义 唐三当然明白 用力地点了点头 爸爸 你放心 我知道分寸 去吧 也不用急着回来看我们 有你妈妈相伴 这里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唐三走了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等待着他去完成 在他离去的时候 几乎是一步三回头 看父亲 也看母亲 父亲那残疾孤独的身影 母亲重新化为植物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拜武魂殿所赐 当唐三脱离了父亲的视线时 他的双眼 已经变得一片冰冷 从唐浩身上 他继承的不只是责任 还有仇恨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父母的悲剧 必须要用鲜血偿还 在这一刻 唐三已经给自己制定了 唯一的人生目标 令武魂殿 在自己手上彻底覆灭 得到蓝银黄右腿骨 并未使唐三的魂力提升 只是进一步提纯 但是贯通都脉 却令他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迄今八脉贯通 唐三的魂力 已经直接提升到了59级 只需假以十约 将魂力炼满 就可以开始冲击60级的瓶颈了 到了那时候 他也就能去寻找五年不见的小五 五年前 他还不到15岁 就已经在魂世界年轻一代中 叱咋风云 五年后 他20岁 身怀三大魂骨 双生五魂 两大领域 他又将给魂世界 带来怎样的震撼呢 当唐三踏出罗约山脉时 整个魂世界 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五魂城 教皇殿 会议大厅 教皇比比东独坐上首位 五魂殿黄金一代协月 胡烈娜与艳静静地站在他背后 五年前 黄金一代以协月为主 五年后 胡烈娜的成就 却已经超越了兄长 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 自教皇往下 一共端坐着近20人 每一个都是衣着华丽 气度沉冥 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就能看出 这些人都是五魂殿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至少也是一方 五魂主殿的主侍者 全大陆仅有的 两座五魂圣殿殿主 白金主教悉数在座 如果有外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明白 五魂殿有大事发生了 在场每个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教皇比比东身上 等待着他开口讲话 比比东目光 从在座的下属们身上扫过 沉生道 经过与长老殿中 卫长老商议 现有三个重大决定宣布 在场众人赶忙坐着身体 聚精会神地聆听 这位强势教皇的话 五魂殿力带教皇 虽然都是位高权重 但比比东却表现得格外明显 虽然他身为女子 但在五魂殿事务处理上 却一向一铁血手腕著称 哪怕是现在的长老殿 轻易也不敢质疑他的决定 至少已经十年 在五魂殿 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生意 当然 这也与比比东历经图治 甚至已经要凌驾于两大帝国之上的成就 有着很大关系 第一件事 身为教皇 我已确定自己的接班人 并由长老殿审议通过 从今约宣布开始 胡列纳册封为五魂殿圣女 教皇第一顺位继承人 这个决定 早已在大多数人的预料之中 哪怕是邪悦和艳 都将自己心中那份嫉妒隐藏得很好 毕竟 一年前胡列纳顺利走出杀戮之都 获得杀神领域的是 五魂殿高层大多之道 而且 这位五魂殿黄金一代中的佼佼者 据说即将突破六十几大关了 而他现在还不到二十六岁 这在五魂殿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 尽管他是教皇的嫡传弟子 也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 比比东威延的目光 从所有遇会者脸上扫过一遍 虽然他的目光很平静 但在场都是五魂殿高层 自然明白 教皇陛下在观察什么 识相的立刻都赞许汉手 就算是反应慢一些的 也没有谁流露出半分不满神色 教皇比比东满意的道 列纳是我的传人 但他能获得今天的荣耀 都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 相信大家已经听说了 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他确实从杀戮之都走出 并且获得了杀神领域 无法抑制地赞叹声响起 传闻是一回事 由教皇亲自证实 就是另一回事了 比比东为了替自己这个弟子造势 可谓是煞费苦心 虽然他自己年纪也不算很大 在教皇这个位置上 还能做很久 但他还是要进一步确立 自己在武魂殿的权威 第二件事 根据我们多年查探 五年前 曾经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中出现的 那只万年魂兽下落 已经基本查清了 不久前 我们一只搜索小队 曾在星斗大森林中 发现他的踪影 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隐藏在那里的 十万年魂兽可遇不可求 而且 这只十万年魂兽 还是处于化形中的幼生期 本身实力并不强 这次 绝不允许再出现失守的情况 所以 我决定派遣以橘斗罗 鬼斗罗带队 并携二十名七十级以上 红衣主教以及胡烈娜 携月和燕 共同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 务必找到其下落 将其活着而归 交由本座发落 坐在教皇下手的月官 与鬼妹同时站起 功身领命 站在教皇背后的胡烈娜脸上 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 他当然知道 老师要抓这只十万年魂兽 是为了获得他的魂环 但他同样很清楚 老师身上的魂骨衣满 是不需要再增加魂骨的 而作为武魂殿圣女 下一任教皇 那块十万年魂骨的归属 必然是他的 就算不考虑这块魂骨的因素 但是当初受到史莱克奇怪的羞辱 能够报仇血恨 就足以令他兴奋了 只是不知道 那个唐三在什么地方 要是遇到他 定然将他扒皮抽筋